叶红鱼说完便开始不断加强道法 使得这万道冰霜剑有着强大冲击力 三顶撞到宁缺胸口鲜血涌出 滴在三师姐的白玉斑纸上 顷刻间天地开始猛烈地颤抖 原来是三师姐鱼帘的玉斑纸 与大明湖镇书产生感应 魔宗山门开始重现事件 此时此刻大战的三人见魔宗山门一开 决定暂时霸占一起进山门寻找天书 这时叶红鱼无意触碰到一块巨石 立即感到炽热着手 经过墨山山仔细勘察 发现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巨石 其实是传说横蹬在天地之间的强大阵法快脸大阵 不料此刻宁缺手前 触碰巨石上一道剑痕使得阵法启动 快点大阵启动啊 不站住 快跑 宁缺 宁缺 我出去已经杀了你 这是我和你五师兄为你绘制的棋盘 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 好好静下心来 下一盘棋 危机关头宁缺突然想起五八师兄送的棋盘 宁缺不通其道便让墨山山查看 墨山山发现棋盘蕴含破解阵法之意 当即指点宁缺在棋盘步子 经过墨山山的指点操作 快蕾大阵终于停止了继续发动 三人才算躲过了一劫来到魔宗山门之前 宁缺举起带有扳直的手臂 山门静置与戒指产生感应便缓缓开启 三人之所以能够顺利进入山门 殊不知设下这山门静置的人 正是三世姐余怜 原本是魔宗最后的宗主灵悟 三人进入山门之后 一股强烈的腐蚀气息迎面扑来 三人顿敢己被发凉寒毛直立 于是宁缺取出火石点燃火把 支离破碎的白骨和腐烂的干尸随处可见 通道的尽头有一座耸立的石碑 乃是千年之前到荒原传道 后来背叛到门创立魔宗的那位光明大神官所立的吴自卑 其料魔宗被后世狂人单见所灭 以桀骜不驯的建议刻下一行不可一世的自己 书院柯浩然 命魔宗于此 柯浩然是谁 柯浩然是我的小师叔 三人绕过石碑走向大殿 突然这时堆积如山的白骨堆在动 三人顿时惊慌失措一起望向尸山 只见一名老僧从白骨堆中缓缓爬出 老僧体态受鼓凌寻声音却是无比慈祥悦耳 蒋树曾经做了一桩的错事犯下弥天大罪 因此留在此地超度这些死去的亡魂以此赎罪 其放有脸 偏然落入时间 此生才是二半 斑斑不通 可非是借你 连生神座 是你吗 您就是采菊寺上一任大神官 连生三十二 叶红瑜在三人之中最见多识广 入道以来一直追求是在战斗中求道 对于柯浩然连生柳白 这些强者事迹早已两然入心 面对眼前这位世间强者连生 自是无比尊敬 三人听到老僧声音犹如佛法庙地慈悲而又温和 内心诱惑难以抵挡 宁缺神情枉然 莫姗姗闭眼聆听 只有叶红瑜面露虔诚微笑缓缓上前 谦卑低头跪在老僧面前 放下本心对外的所有枷锁 坦诚敞开了自己精神世界 准备接受老僧一波成为不是强者